我们给卡车装上油桶 要小心一点 轻轻的 这个就叠上去吧 装好了 可以拉走了 卡车掉河里了 卡车 快抓住那根水草 糟糕 油桶要飘走了 怎么办 该怎么办呀 有了 把这棵树砍倒 拦住油桶 挖掘机 过来帮忙 把这棵树推倒 成功来下油桶 卡车还在河里 快去拉它上来 卡车 卡车 别害怕 使劲啊 挖掘机 两油桶都还在河里 卡车 别担心 我们帮你捞油桶 挖掘机 任务 任务还没完成呢 任务还没完成呢 神蛙斗把油桶勾上来 要小心一点哦 成功捞上了一个 继续吧 就差一点点 会斜快上了 幸好没掉下去 我得想个办法 有了 挖掘器 现在勾得着了 卡车 过来装油桶了 这里还有一个呢 装好了 开车小心点哦 Goodbye 巴士再给花朵浇水 挖掘器五福 来到河边兜水 小心点哦五福 糟糕五福掉到河里去了 五福别害怕 马上有人来救你 图图图伸出轮子 想要拦住五福 看五福飘下来了 哦 图图够不着 没拦住 哎 有石头 巴士巴士 快点过去帮忙吧 把石头推到河里 把石头推到河里 加油哦 图图发现对面还有一块石头 过去把石头推河里吧 图图准备准备 开始推石头 成功了 图图太棒了 哦 图图飘过来了 图图被拦下了 他想游上岸 可是游不动 看图图的 扔出绳索 图图 抓住绳索吧 巴士图图 准备好了吗 开始了 图图了 哇 图图上来了 大师图图感冒了 回基地去治疗吧 咦 巴士怎么停下了 原来前边有一座木桥 哇 好高啊 巴士要小心一点哦 巴士突然上车 发生什么事 危险 木桥断了 巴士不要害怕 先赶紧倒车吧 巴士过不了桥 该怎么办呢 五福 巴士需要你的帮助 机器人也上车 跟图图一起出发 到了 巴士别担心 五福他们马上把桥修好 五福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 五福来到桥上 仔细查看 糟糕 桥又断了 幸好五福及时挂在了桥上 五福加油 五福上来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五福 五福现在把旧桥板敲断 机器人抬起新桥板 继续铺好桥板 铺好桥板 做得真棒 做得真棒 你扶眼来勾起桥板 铺上去吧 很结实 机器人 机器人抬起桥板 机器人抬起桥板 继续铺好 最后一块桥板了 交给五福吧 铺上去 铺上去 搞定了 巴士可以过桥了 可是巴士还是害怕 五福和兔兔先过去吧 他们过来了 巴士 很安全 放心吧 巴士准备过桥了 他先小心地伸出轮子 试了试 去吧 巴士 哇 安全过来了 诶 兔兔要去干什么呢 原来是运送货物 前方有差 兔兔快躲避 哦 货物掉魔力了 兔兔去把货物捞起来吧 兔兔来到河边 伸出轮子 他想用轮子拦住货物 你们看 货物飘下来了 哎呀 兔兔够不着 货物飘走了 兔兔好像发现了什么 咦 树枝 有了 我们可以用树枝拦住货物 兔兔赶紧拿上一根树枝 兔兔把它扔到河里 希望能成功 哦 还是拦不住 巴士 你要用石头拦住货物吗 加油 用力推 石头推进河里了 货物飘下来了 希望这次能成功 耶 货物被拦住了 可是兔兔还是够不着货物 五福 快醒醒 兔兔需要你的帮助 他够不着河里的货物 你赶紧过去吧 五福到了 五福 麻烦你把箱子勾起来 没问题 五福加油 耶 箱子被五福勾起来了 召叉小七正在路上行驶 哦 天空中飘着什么 是降落伞 小七 快停车 小七 快停车 糟糕 降落伞招住了小七 今天的风很大 降落伞又被吹起来了 不好 小七也被带起来了 小七跟降落伞一起飘在空中 小七感到很害怕 救命啊 救命啊 降落伞带着小七飘向了远处 五福正在睡觉 救命啊 救命啊 五福被呼救声惊醒 是哪里在求救 哦 是小七飘过来了 救命啊 赶紧抓住屋顶 小七现在被降落伞挂在空中 动不了 五福 赶紧想想办法 看看有什么可以用到的 有气球 哦 想到了 可以利用气球做个上升器 这样五福就可以搭着上升器 飘起来去救小七 哇 五福央夹着一捆木板过来了 把这些木板做成木框 完成了 五福可以去拿气球了 拿上四个气球 绑在木框上 不二也来拿气球 绑好 上升器制作完成 五福做好准备 要去救援了 坐上升器 坐上上升器 升起来咯 小七 别害怕 五福马上就来救你了 上升器 慢慢靠近小七 五福把小七救过来了 可是它们还飘在空中 五福快想想办法 让我们降落 没问题 五福用码斗扎过气球 开始下降咯 安全着地 做得太棒了 五福来看看 甘蔗长得怎么样了 哇 已经成熟咯 五福热身一下 准备挖甘蔗咯 前进 开始了 挖起一根甘蔗 放到地上 可是这样收割太慢了 要收到什么时候呀 得想个办法才行 有啦 可以组装一辆甘蔗收割机 快速收割甘蔗 好主意 五福快去组装店组装吧 出发咯 到了 这里就是组装店 五福快去一去吧 嘿嘿 五福是时候大展身手了 就按照这个图纸来操作吧 按下红色按钮 组装开始咯 先升起底盘 然后机械臂把车头拿过来 装上去 看接好 好啦 接着拿第二个零部件 装在前面 再拿第三个零部件装上 搞定 五福拿了铃币 五福拿了铝带过来 放在地上 机械臂拿走铝带 把铝带安装好 这一边也要装上铝带 哇 就快组装好了哦 还剩下最后一个零部件 你们猜猜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输送馆 小心装好 甘蔗收割机 组装完成 哇 太棒了 出发吧 降下底盘 甘蔗鸡出发 五福快跟上吧 到了 前面就是甘蔗地 甘蔗鸡 快去收割吧 没问题 甘蔗鸡 开始收割甘蔗了 是谁在玩鸡发 原来是五福 五福 看看你 身上全是泥巴 赶紧去洗车房 洗干净吧 五福到了 哎 记得这里有个洗车房的呀 怎么没有了呢 没关系 工程车队马上来建一个 挖鸡就位 还有毒二 也要来帮忙 首先要把这毒墙 立起来 准备干活 挖鸡就位加油哦 用力 哦 好像不太行 五福快过去帮忙 五福过来 顶住下边 撑起来 哇哦 终于立起来了 五福做得真棒 再去旁边 等等吧 吊车过来喽 升起吊壁 吊车要安装屋顶了 用力吊起屋顶吧 哦 可是屋顶好像太重了 吊车力气不够 累趴了 这该怎么办呢 哎 五福想到了办法 可以利用气球 去拿气球 去拿气球吧 在屋顶 保好气球 气球的浮力 可以减轻重量 吊车 现在可以吊起屋顶了 吊车试进 屋顶吊起来喽 把屋顶安装好 收回吊壁 放飞气球 吊儿运来了 洗车设备 装在这里 搞定 哇 三宝也过来了 嗨 三宝运来了洗车 要用的水箱 让吊儿把水箱夹下来 小心一点哦 就在这里放下 摆正位置 洗车房间好了 五福过去洗车吧 开始洗车咯 好多泡泡 还有水 洗好了 五福看了看轮子 泥巴都洗干净了 五福走喽 吊车小气 和挖掘机五福 再抢火把 它们俩谁也不让谁 哦 火把脱手 飞出去了 这下可坏了 火把掉在了运输车的车箱上 把货物点燃了 运输车 手到了惊吓 这可怎么办呀 谁来帮帮我 运输车别怕 马上有人来帮你 吊车小气过来了 小气说 他有办法 准备 小气要吹气 把火吹灭 可是没有用 火势并没有减弱 小气 火势太大 你吹不灭的 让挖掘机五福 来想想办法 找找工具吧 哦 是一个水箱 五福准备过去 煎水变火 先把水管敲开 水流出来了 五福 快用挖斗接水 接好了 快过去吧 五福来灭火了 把水泡上去 一二三 可是水太少了 依旧没有作用 还能怎么做呢 不二正在睡觉 他闻到了飘过来的烟雾 哦 发生什么事了 不二快去看看 原来是运输车着火了 不二赶紧过去 运输车 可以进去染色店灭火 运输车 进入染色店 停好 不二来把水管接好 五福来按下轮扫开关 开始喷水了 哇 火被撲灭了 好在货物没有太大损坏 运输车出来吧 可以继续去送货了 巴士在看电视 哦 电视灭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灯也灭了 原来是断电了 挖掘机五福过来了 巴士 我们可以建个风力发电机 好足运 巴士他们来到了建设场地 挖掘机五福 先去测试风速 五福来到了小山坡上 把棋子插地上 风太大了 五福被吹起来了 不好 五福快要掉下来了 五福加油 撑住啊 五二过来了 快来帮五福吧 五二要把五福拉起来 五福你也要用力哦 没问题 一 一 二 三 耶 五福上来了 五二来拿发电机部件了 这是扇叶 先放地上 首先要用到的是支撑杆 拿过去吧 让五福来挖土坑 挖好了 不二再把支撑杆放土坑里 主符把土坑填满 压结实一点 好了 不二接着来拿扇叶了 出发 来安装扇叶喽 可是 不二够不着 怎么办呢 哇哦 你们看 是吊车过来了 吊车 帮忙把扇叶吊起来 装上去吧 吊车 升起吊臂 吊起扇叶 准备安装了 安装完成 哇哦 太好了 糟糕 扇叶被风吹掉了 赶紧重新安装 五福先固定好 吊车 再吊起扶二 扶二负责焊接 好了 上月转起来了 巴士回到了房间 可以继续看电视了 五福正在路上行驶 哎 怎么停下来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破桥 五福想试试看 能不能开过去呢 哦 好 五福掉到桥底了 好高啊 该怎么上去呢 五福站了起来 他想用墙壁这里放上去 五福加油 哦 墙壁太滑了 五福爬不上去 北部在桥底了 兔兔 快去救五福 巴士 你也去帮忙 五福 别害怕哦 兔兔和巴士 马上就到了 兔兔兔和巴士 到了 一帅 好高啊 该怎么救五福呢 让兔兔想想办法 有啦 我们可以给五福 套上绳子 把它拉上来 第一步 先搭建一个架子 小红小兰 你们也去帮忙吧 小红抬左边 小兰抬右边 把架子安装在这里 巴士 你去把滚轮装上吧 什么声音 不 好险 机器人还要去补桥板 好了 帮五福 绑好绳子 巴士兔兔 准备好了吗 开始啦 开始啦 五福上来了 赶紧过去安全的地方 五福得救啦 太好了 五福 你在干什么呢 原来是在搅拌水泥 小七吊着木板 还要看不到路了 糟糕 小七踩到砖头 飞起来了 不 小七落在了水泥池里 五福赶紧查看身上 有没有沾到水泥 小七在很努力的 想要爬出来 可是他越爬越深 最后还是爬不出来 胡二过来帮忙啦 准备从前面拉起小七 五福也来了 五福要从后面推起小七 加油 有力 还是拉不出来 该怎么办呢 找一找 找一找 有没有用得上的工具 哦 有啦 是锯子 胡二快过来 换上锯子 测试一下 哦 很锯利哦 很锯利哦 胡二回来啦 五福加油 你可以的 哦 还是拉不出来 钓车过来帮忙咯 准备救援 升起钓壁 把小七掉出水泥池 成功啦 可是小七的轮子被水泥截住了 让五福来帮忙凿开 哦 凿开啦 可是轮子也凿坏了 五福快想想办法 找找工具 哇 发现了一个新轮子 五福过来 拿走轮子 胡二准备干活 把小七扶起来 五福拿着新轮子过来啦 先卸下坏掉的轮子 安装上新轮子 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小车们做得太棒啦 哈哈 巴士来到了染色店 嘿 我要染色 帮我染个好看的颜色吧 五福 要开始工作啦 按下染色按钮 哦 怎么还没有染色剂喷出来呢 准备开始啦 糟糕 转排失控啦 五福 过来查看 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快想想办法呀 五福 五福来试试 修理染色机器 终于停下来了 可是巴士 非染得花花绿绿的 这下五福真没办法了 胡二过来帮忙啦 胡二的爪子太大了 来换个小一点吧 好了 给染色机器更换新部件 更换好了 来测试一下吧 哎呀 这次噴下来了好多泡沫 看来还是不行 胡二再想想办法 有了 把两个部件兑换一下 哇 染色机器修好了 可以潘水了 太棒了 可是 转台还是摇摇摇摇摇的 胡二再去查看一下 胡二来到了转台边 五福把转台顶起来 胡二要负责焊接 准备干活 看接完毕 胡二站上转台 再测试一下 胡二来到控制台 准备再次打开开关 哇 转台没有问题了 胡二做得太棒了 胡二做得太棒了 巴士可以再过去染色了 巴士站上转台 开始染色了 染色顺利完成 巴士站上转台 巴士再检查一下 巴士很满意 出发 巴士 fruit is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